每一年的暑假我都要预备一个新的加货策 新的加货日志 将这些日子都改了 将Event都改了 以下这个Excel就可以帮你选择这个程序 当你做好设定之后 加货日志自然就出现你眼前 以下这个加货日志是2018年的 要做个设定的话 我们先去Setup 选择适当的日子 我们选择年份2019的 于是下面的日子全部update 7就是星期日 1就是星期一 然后我们的Event 就向上移动 也可以一次过做 我们可以highlight全部 highlight之后 可以将它全部向上移动 搞定了 接着做些微调 比如国庆节 应该是10月1日 可以把它拉到下面 再在上面打个Day F 就可以了 当一切设定好之后 我们可以去旁边的学生日志 看一看 于是可以看到 1日星期一 2日星期一 这些位置全部正好 国庆节 10月1日星期二 接着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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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